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官政要講一段故事 政官的時期 良好的社會風氣形成 和唐太宗這種無謂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知治通鑑曾經說當時的社會是怎樣的 第16個引文引了知治通鑑的訪問 天下大嶺 流散者咸歸鄉里 斗米不過三四前 終歲斷始營才二十九日 東紫海南極五嶺 皆外湖不閉 行呂不濟糧 取給於道路燕 即是講到天下大嶺 嶺了豐收 流散全部沒有游離廣島 全部都回到鄉下 當時的斗米只是三四前買到斗米 整年 終歲一年到頭 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 全國只有二十九人判死刑 東紫海南極五嶺都可以外湖不閉 不用關門分靠 行呂不濟糧 不濟糧 不濟糧 即是去旅行不用帶糧食 不用帶東西 去到哪裏問 拿去 然後又吃了 天下附足到 隨時你去到哪裏都請你吃 取給於道路 隨街都可以問到人拿東西吃 即是附足度感 知事通鑑 第一九三卷 是講當時唐太宗精盤時期這麼好的 好了 至於下面還有一句說 行不然之教 來到氣污了 因為我們講過這段 裡面分四段是講的 但是有幾個是重心 行不然之教是一個重心 甚麼是行不然之教呢 為甚麼是行不然之教呢 行不然之教 其實現在大家明白 以新教 不是以賢教 好了 其實這裏 為甚麼老知要行不然之教呢 他覺得有五樣東西 有五點原因 所以要行不然之教 第一 第一 第一個理由就是 老知第一章講 道可道非常道 你在第十七個引行那裡講 道理是可以講的 講得出來的道理 就不是絕對真理 絕對真理 就是道 是可以意會 不可以延傳的 你說的越多 他來的真理就越遠 因為 謀論錯誤 錯誤就越多 就是一定要他自己去領會 明白 不要一開始說 分辨對錯 這樣就對的 這樣就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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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錯不錯呢 讓他幾天思想 是不是 好了 第二個理由 為甚麼不要行不然之教 就是第二個理由 第十八個引文那裏講 因為自見者不明 自視者不張 自罰者無功 自經者不詳 自見者 即是說自己 以為自己有見解的人 其實沒甚麼真知却見 自己以為甚麼都會做的人 自視者 甚麼都對的 就認為自己 反而不能將明真理 自罰者 自己吹噓的人 一邊說自己厲害的人 有功勞都沒有人承認他 自經者 自己自高自大的人 反而是沒甚麼掌進的 滿朝選謙受益 這個字是這樣的 好了 自我誇要的人 不會成功 所以不能夠做到行不言之教 再因為 那些人好為人師 現在經常講 人之患 就是好為人師 所以經常叫我的教師 做人之患 其實人之患 其實這個不是這樣解釋的 本來 孟之彌留編 人的壞處 人的弱點在於甚麼 就是喜歡懶得 喜歡指別人做事 喜歡做人老師 你現在看看 現在很容易發覺 你打個手機就知道 讓人有專家出現 你說要你這樣 不會死 這樣死都會回生 那類的 要吃什麼 吃什麼 日常的生活 教你做什麼 做什麼 是不是很多專家 你發覺 這些人就是 這些人之患 人的 閉嘴在於甚麼 就是喜歡認識 喜歡教人做事 怎樣人又什麼 又什麼 一次我坐小班 看到前面那兩個阿婆 你買些什麼 你頭暈 你頭暈 你吃 頭暈有很多原因 是不是 那就是好為人師 如果那個 第二個阿婆 聽她說回去買 吃死了 她的頭暈 跟你的頭暈 可能不同 剛剛相反 你馬上叫她買什麼 買什麼回去煲來吃 真的 我聽多少牙籤 幸好那個不是我媽 就是好為人師 你犯法說 在你身邊 真的很多人喜歡點別人 這樣 就是 道德以為自己是專家 這個就是好為人師 他說自我原料的心理是作祟 老子一眼就看穿了這些人的心思 他一針見血地說什麼呢 自我表現的人 就是自經者 就不夠聰明 自為事的人 一定做不到大事 自我誇的人也不會成功 自叫自母的人 一定不會有成功 有獎勁 因為你早就以為自己最厲害 你哪會學到東西 好了 剛才說 有五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就是什麼 就是第十九 那個引文那裡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辯 辯者不善 智者不博 智者不智 智者不智 這個又是最後一章 他說什麼 真實可信的說話 是怎樣 是不在於你說得動不動聽的 動聽的說話 往往就不是很真實可信 這個就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說得漂亮的說話 多數都是不太動 就是 說得漂亮 動聽的 真實情度很低 老婆你真是 好靚 你真是 我 是我女朋友這種最漂亮 這樣行 哇 我都覺得全世界最漂亮 美言不信 是吧 自己也知道不是 但是他聽到很開心 是吧 很開心 真的信到九成九 真正的善行 真正的善行 就不需要用言語去考辯的 你就是了 不是的 我真是好心的 你說那麼多話做什麼 其實你 真的不需要去變白的 依靠辯護的行為 不一定是真正善行 有真正的善行人 就不需要什麼都說認識的 什麼都說認識的人 就不是真的有真知卓見 這幾個說話就是這個意思 誠實的說話往往不漂亮 漂亮的說話往往不真實 見過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做周忌 周忌說 老婆經常稱讚我好 為什麼 說因為愛我 那個妾士讚我好 因為他怕我 那個客人讚我好 因為他有求於我 所以 一人讚我 我就想清楚了 你回家 這麼好服侍 今天就出糧了 是吧 一定有求於你 為什麼這麼好聲氣 我煮了什麼事 今天煮了雞湯 為什麼這麼好服侍 今天 一定有求於你 我想 我今天看到一個手袋很漂亮 Hermes 死了沒有 好了 喜歡說話的人 滑空心思 說話說得很漂亮 很容易跌入一個美言不順的陷阱 漂亮的說話說得多 是沒有辦法實現到的 正如老子弟第三章說 在香港 第二十個印文那裡 富輕樂必寡信 多疑必多難 真那兩件事 有時候叫人做事 行 明天跟你搞定 想清楚了沒有 你聽聽我說什麼沒有 要做什麼 這麼快 很快就答應你的人 說你真的不要相信 輕樂就會寡信 明天不見人的 就是想一下 可以不可以 想一下 都可以的 那你信得過 都沒有說 就說行 跟你搞定 一定搞不定 那天我說的 我見過很多這樣的朋友 講到 就是 天下無敵 結果就有心無力 但是不用說 是不是 一定很多是這樣的人 這個就是 所謂輕樂寡信 必 輕樂寡信會怎樣 將任何事看得太容易的時候 往往就造成更多的困難 這個就是 多疑必多難的意思 好了 還有 第四個理由 為什麼不要說那麼多 他說國之利器 多於是人 老子說 第21個人民說 什麼意思呢 對國家有利的武器 不是很輕易地 跨視於人 一早給你看看 我有什麼什麼 飛彈什麼什麼 還影機 大哥 我到時打你的時候 哇 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你不知道 是不是 所以不需要說那麼多 每個人心中 一定藏了一些競爭 制性的利器 利器可能是唯我獨有的 戰略 是秘不是人的 商業情報也好 什麼都好 這些秘密 一旦是於人的時候 就沒有了力量 同樣你有喜歡說話的嗜好 就言多必失 將利器是人 在不經意之間 就會鑄成大錯 將自己至於被動 捱打境地 所以老子勸過我們 要知足不育 知子不殘 可以長久 是不是 第四十四章 我們以前讀過這個 心中感 懂得滿足 就不會招致羞辱 行為上能夠知道 適可而止 自然就不會 不會有無妄的危害 這樣才能活得長久 知道適可而止 講話有分寸 應該收口就收口 這樣才可以長久不敗 好了 最後第五個原因 為什麼不講 要行不然之教呢 老子第四十五章講 是第二十二個引文 大乘若缺其用不費 大乘若充其用不窮 大乘若屈 大口若缺 大便若綠 他說做完美的事 總有一些缺陷的 沒有百分一百 有缺陷才是最美的 無下不真 大家聽過這個 寫字 寫字 哎呀這筆 一般 有的 算了 為什麼 這樣才表示你真 不是作出來 不是慢慢的 鬥出來 因為有些錯 很自然表達出來 它的作用 不會有破壁 最大的聰盈 就好像空虛一樣 所以它的作用才不會窮盡 最大的正直 看來好像屈曲一樣 最靈巧的 看來好像笨拙一樣 最雄辯的人 其實它的最後口罩的人 就不是滔滔不絕 反而是不善言辭的 反而 就是這個 表面上是這個意思 因為高超的辯者就好像 言語圖 遲鈍 辯論的力量 其實不是在於 言語的華麗和湧場 而是在於恰如其分 長篇大論 往往顯得 蒼白無力 打動人心 經常是精煉小品 所以老子所謂的行不然之教 剛才講了為什麼不然 為什麼行不然之教呢 就是要求人應該是 教是怎樣 應該以身作則 以自己的良好作為典範 不過透過新教來體現 自己教育的目的 在潛移默化中 將教育的內容 傳輸給受教者 所謂不然之教 正如這個 皇帝內經的太數 所謂 古聖人 使人行者 第23個任命那裏 新先行之 唯不然之教 不然之教 聖有然之教 故下百姓 仿行者眾 就是這個意思 使人行者 新先行之 就是說 我想你這樣做 我自己做了先 臭小子 怎麼吃煙 你整家吃煙 你整家吃煙 你整家打麻將 你罵兒子 他打麻將 每天都 見到你打麻將 你整天講粗口 你罵他講粗口 你教他 根本就是 是不是 所以 新先行之 就是以身作則 這個就是所謂不然之教 不用說話 以身教 有個故事 值得我們去心思 有個小孩子 自作聰明 寫一封信給媽媽 寫一張單 上個星期 我幫你去超過市場買東西 所以你應該給我20元 我這個禮拜 整個禮拜 都是自己起床接庇 所以你給我一元 我周末 自己打掃了房間 你應該給我30元 所以加起來 是57元 我把一張紙條 嘗試一下媽媽的枕頭底 我媽媽見到紙條之後 笑了一笑 就在上面加起來 放回她枕頭邊 她醒了之後看到 她說 媽媽含身懸虎養育你 你應該負0元 媽媽教你走路 講話 你應負0元 媽媽又會繼續為你奉獻 你又應該負0元 媽媽擁有一個天使般可愛的小男孩 你又應該負0元 合計是0元 結果這幾條 這個小孩一路儲存到她 大個為止 影響了她一生 這個就是新教 是吧 因為這個媽媽 無言的教學方式 是體現了無謂 而教的一種教警戒 是不是 遠比是大聲苛策 苛斥 或者當面指責 諷刺 或者是嘩苦她 是高明得多 這個就是此事無聲 勝有聲 是不是 生活裡頭 一句鼓勵一個眼神 一聲問候都可以 給人一種好與之時節 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 潤蜜細無聲 這種有教無類的精神 是吧 就是一種無聲的教育 第24 我寫出來 這個道府的一首 喜爺 所以很多人不經常說 新教就是一種 好像春天的雨一樣 潤蜜細無聲 不是魚 嘩 外面狂風暴雨 正在下大雨 不用的 春天的雨很細聲 沒有東西 但是它會潤蜜整個天下的植物 你都不知道的 潤蜜 它晚上下的通常 就是這樣 大家正如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 《細節新雨》裡頭 有這個故事 《細節新雨》的德行篇裡頭說 在第25個引文裡 謝功夫人教義 問太父 那得初不見君教義 淡蜜 我長知教義 是不是 這個故事 大家經常聽說 在《細節新雨》裡說 因為謝安的太太問她 我經常不見你教兒子 她說我經常都在教兒子 不是你聽見的 我的所作所為 做個典範 兒子就學不得了 明白嗎 這個就是新教 好了 最後一段 講到第四段 就是講道的精神 道的精神是怎樣 他說生而不有 為而不慈 功成而不居 扶為不居 事不許 他說明日萬物自然生長 不要去加以干涉它 生育萬物而不佔為己有 培育萬物 又不要恃自己的功勞 事業成功又不要居功自傲 就因為不居功自傲 所以你的功勞是不會損失的 這裏 這裏 萬物作然而不為此 這裏 黃拔的註解本 他說萬物作然而不遲 敦王本說萬物作然而不為此 漢武的白書 所以粵本也寫過像 簡本就寫龜 總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 所以有些聽到 為何要寫這個 我解釋一下 不是錯 而是根本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是不加干涉的意思 陸希星和開源的太平遇覽 裏頭都沒有一個言字 不過這個我們不是研究 老子的版本問題 所以不詳細講 不過大家知道我不是抄錯 而根本有很多版本不同的 好了 萬物輕亡都是道的作用 但不是道 給那些事物輕亡 而是道不像上帝那樣一個主宰者 道不是主宰 但是他生成了萬物 而沒有把萬物據為己有 這個是道的精神 他亦都不居功誇耀 很多人認為老子的思想是消極 其實這種說法當然是錯的 可以說老子是積極 看上來好像用消極的方式 但是達了一種積極的效果 成功 但是不居功 因為不居功 反而這個功勞就不會失去 老子的目的 他正是為了不失去這個功勞 所以他用一種相反的方法 就是不居功 你知道現在很多人 不是他都是要居功 很多人全靠我 其實是這樣 有一個故事 梁武帝 大家知道梁武帝 信佛的梁武帝 梁武帝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做韋裔 梁武帝 他出身名門望族的人 他是漢朝的丞相 是韋賢的後人 他自幼得到一個伯父 他伯父是很賞識的 就說他是一個人才 後來到了南齊 陷入混亂的時候 韋裔就審辭度勢 結果就是 他看看梁宋齊梁陳 那時候是督南北齊 他覺得梁武帝 蕭遜還算是有自勢之才 於是就決定去輔助他 但是這個韋進 曾經做過太子佑慧 副國將軍 又吾州刺史 又領曆陽太秀 後來遷了去做合肥 一路因公一路晉升到做喉雀 但是梁武帝決心去北伐 這個韋裔奉命去統率 那些暴宋去北伐 建立了很多功勞 但是後來因為他的人 本身體弱多病 時事要在前線作戰 即是很辛苦 從來騎不到馬去他的病 只是坐著一個木板車 守執如意去篤例的將士 平時和那些士卓同金共苦 愛兵如子 但是寧出必行 所以他是戰無不勝 魏 即是當時他打魏 北魏 北魏的人軍中 經常有個說話說什麼 在第26個印文有說的 不畏蕭良與呂佬 但畏合肥 有韋虎 他說我不怕蕭良 蕭良就是蕭宏 呂佬就是呂增珍 呂增珍是另一個暴將 他說你們兩個我們不怕 我最怕是韋裔 韋虎就是韋裔 所以軍事對他是非常之畏懼 這個人你 雖然是在歷史上你們 或者不是太有名 你們很少看到這些 但是毛澤東 當他讀這個 無言壽寫的藍史的時候 藍史是58卷 第58卷你會看到的 到時你回去揭曉 24才知道的 有韋裔傳的 當這個毛澤東看到韋裔傳的時候 都賺了幾句話 但是毛澤東讚他這句話 我都寫了出來 在第27 第27個引民那裏 他說敢以數萬敵百萬 這個是講韋裔 敢以百數萬敵百萬 有流秀周如之風 他說他 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 507年 梁武帝北伐 這個所謂中離之戰 這個叫做韋陽之役 在歷史上 當前方軍情緊急 梁武帝派一些親信 曹景忠和韋裔會師 但是呢 特別是對曹景忠說 韋裔呢 輕之鄉望 而善敬之 他說 是你鄉下裡頭 一個有威望的人 你要敬重他 是啊 但是曹景忠這些人見到韋裔呢 所以就執禮甚緊的 就是在歷史上說 每當戰勝的時候呢 曹景忠和其他將領 爭先去上報表功 但是只有韋裔是辭職報告 不肯爭功 有一次呢 在慶祝勝利的宴會上面 大家喝得很高興 大家說 哎 賭錢 就是 你知道 這些兵士喜歡賭錢 大家拿20萬 作為一個賭注 曹景忠一折輸了 這個折息 隨著 靜靜雞 將一顆息 翻轉了去 令到這個曹景忠是贏的 韋裔自己輸 還說 奇啊奇啊 為什麼那顆息會跳轉了 就是這樣 其實 就是說 他不爭功 他就是說 於是 在當時 很多很多 的 將領 都是 不得好死 但是他因為不爭功勞 所以 韋裔終其一生 是七十九歲高齡 才受終正寢 這個就是 他一生 就是剛才舉的一個例子 功誠不居 這四個字 就是他一生的秘訣 功誠不居 那麼說功誠不居 歷史上很多 這些人都有 郭子儀就是一個 功誠不居的人 大家知道郭子儀 郭子儀是大唐的名將 是幫什麼 唐元宗 唐叔宗 唐代宗 唐德宗 四個皇帝直落 都是他做的 這樣 一生是富貴壽考 坦坦蕩蕩 成為民臣武將的楷毛 有人覺得 為什麼你這麼聰明呢 其實 一句說就是沒事的 他從來都不 居公 有一次有一個武將 要去鎮守邊疆 走到王府向郭子儀辭行 看到郭子儀夫人和他 那個女兒 正在準備梳妝 郭子儀在旁邊 幫他老婆子女做什麼呢 拿毛巾打水 整個打屎 郭子儀 那些小孩子 那些兒子 就勸他 喂 爸爸那些人 工業顯赫 但是他又不懂得尊重自己 無論尊卑貴賢可以 出出入入在家 觀察寢室 他們認為這樣 不是很肚子 他說這件事老實說 就算是伊韻 霍光這些大的權神 都不會做到這樣 郭子儀就教訓了兒子 他說你們不懂得我用意 他說我有五百匹馬 是在吃官糧的 有上千的 上千的部屬 也是在吃政府飯 他說 我其實完全是沒有 對上來說 就是沒有什麼依此 對下來說 我無路可走 也沒有退路 假如我自己圍起高牆 關閉大門 和朝外的人 是不相往來 一旦有人結怨 有人無憾 我是不尊臣子發道 說我貪圖攻利 那我大麻煩 國家狗族都會粉身碎骨 後悔不及 現在我打開了大門 坦坦蕩蕩蕩 隨時的人 隨時出出入入入 四門全開 所以 這個是最好的一個 抵擋人家閒話的事 你說我什麼都沒有用 全部公開的東西 有人都知道我做什麼 所以 兒子聽完教訓之後 才拜佛這個老爸 原來是有他的用意 見識和氣量是這樣的 郭子儀是 以寬厚待人 是文名的 當時 魏博的哲導師 田成志 這個人 當時是很囂張拔戶 他對人很傲慢 對郭子儀當然是 郭子儀去見他 他都不太願意見他 他說 對不起 他說 至於自己 看著郭子儀 他說怎樣 他說至於自己是身蓋 他說 我的膝蓋 是不抹於人已經很多年 所以 我從來都不會向人屈膝的 但是 我對於郭子儀 我就是 仍然要屈膝的 這個這麼拔戶的人 只是服郭子儀一個 很多故事 不過我不講了 時間 沒有什麼 不講那麼多 國家的祖墳 有一次被人挖了祖墳 有人懷疑 當時有個宦官的余朝恩 大家知道 余朝恩 說余朝恩是因為妒忌郭子儀 所以暗中派來挖祖墳 郭子儀 回來 他見到皇帝 皇帝安慰他 有他 他說 其實 他說我狗握兵權 我不能禁止軍事去毀壞人的祖墳 現在所以 有人挖我的祖墳 似乎是報應 他只是這樣說 余朝恩聽完之後 就覺得 好不好意思 就請郭子儀吃飯 他說不要去 就是余朝恩所害你 就是你頑固 但是 那些將領有些願意 去一去 不過我們全副武裝 陪你去 學之不同意 自己只是帶了幾個 師徒就去 余朝恩覺得很奇怪 他說 為什麼你帶這麼少人來 郭子儀聽完之後 他說 他說 那些暴障 陪我賴 不過我覺得 沒有啊 我跟你又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衝突 是吧 所以呢 我覺得 我覺得不需要 那這個余朝恩 就是余朝恩 如果讀過歷史 就知道余朝恩的人是怎樣的 但是他看到這個 郭子儀這麼說 都覺得 是被這個郭子儀的 性德感化 結果 當然 大家知道 郭子儀一生 到季頭考 一直到 這個 他封為 墳揚王 一生 一句說話就是 不居公 就是其實做到的事 好了 另外一個 再說一個 你說中國是這樣 外國是不是這樣 都是 如果大家有熟悉的人 就是法國的 一個 軍事家 政治家 外交家 作家 知道誰 大高諾將軍 大高諾 大家知道 這個人 在歷史上 在歷史上 在西史上 是一個 從來功成不居的人 第三個大戰 號稱 歐洲第一陸軍強國的法國 是抵抗了六個升旗 結果 就被德國人佔領了 好了 當時法國總理 那個 叫做 凡爾登 貝當元帥 大家知道貝當 他就 在世界大戰裡途 一個英雄人 來的 但是金糖 結果他是授命 向德國投降 當時五分之三的法國領土 已經被德國佔領了 成為五分之二的殘山盛水 以貝當為首 結果就在南部 一個小鎮 建立了一個 壞裏政府 一個壞裏政權 就稱為 維稀法國 那時候 如果你有讀 西史會知道 一個叫維稀法國 法國當時的國務 國防次長 這部投降的當晚 戴高樂將軍 就到機場 送一個英國的將軍 回國 兩個人握手 擁抱 英國將軍就上機了 飛機滑行的時候 戴高樂將軍 突然開始 走啊 走什麼 追過飛機 怎麼搞錯 追過飛機啊 結果戴高樂 傻了 於是 他搞什麼呢 原來 因為戴高樂 就像 一米九八 很高 兩隻腳很長 幾步 追上飛機 那麼英國將領 回國 搞什麼 那麼 立刻 即是在飛機滑行 還在 立刻 趕上飛機 不是現在這樣 尤其是軍機 那些很小 那些 還可以開門 這樣 抱著肩膀 稱他上機 稱了戴高樂 上機 戴高樂 那天飛了回倫敦 一回到倫敦 就立刻立 即是發表演說 宣佈 要成立一個自由 法國政府 號召所有法國裡頭 不願意屈服的人 組成軍隊抵抗 因為他不肯聽這個 貝登的說話 乘機 就是 開小差 當送這個英國將軍走的時候 乘機送人 好了 那 結果那些未被德國佔領的地方 當然北非 越南自治領地等等 法國軍人 全部都 服從這個 自由法國的政府 當時 戴高樂只不過是一個準將 準將 就是 將軍是最低級的 就是剛剛做將軍 好了 到1944年 巴黎光復 這個 戴高樂就回到巴黎 他第一個舉動就是去巴黎 聖武院做尼莎 感謝上帝拯救了法國 當他進入聖武院的時候 那個鐘樓 是 鐘樓已經有一個 追擊手 德國的 準備暗殺的 這個鐘樓手 戴上了 瞄準了 戴高樂將軍 但是 將他的 頭套 那個頭套 套在自己的 瞄準器上面 只要一抬 這樣就沒有了 但是 法國的歷史 可能要改寫 但是 瞄準之後 終於他 看見 就是 看回歷史 覺得戴高樂將軍 這個偉大人格 是被他感召了 結果 沒有開槍 反而是熱淚盈悍 一不成聲 在這個塔樓走下來 是向這個 向他自首投降 所以呢 當 戴高樂 開始主持 戰後法國的政務之後 他組織 一個自由 法國 兩次開庭 是審判這個 背當元素 因為當時他要投降給德國 判處他死刑 但是戴高樂 在國家光復之後 是功成身退 連主席都不做 他下台之前 簽署最後一套命令 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特赦 這個 背當元素 因為背當元素 本來是老師 去赦免他 當時背當已經89歲 你判不判他死刑 也沒有所謂 是吧 所以他最後 就是落台之前 簽署最後一個命令 就是赦免這個背當 結果六年之後 這個背當是95歲 就死了 好 到1944年 法國解放之後 戴高樂成為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 直到1946年 因為政治鬥爭 他才辭起職務 戴高樂回去 家裡之後 從來 回家裡 你想想 不要說你做過總統 就算做過特首 也有很多福利 在家裡頭 是 住了大概是13年 直到1958年 後來 1958年 從法蘭西第四共和國 又開始風雨飄搖的時候 他又出來領導人民 建立國的第五共和國 這跟法國歷史也要像 今天 現在的法國 就是當時第五 第五共和國的延續 就是變成今天的法國 戴高樂是開國總統 就是現在的法國 就是現在的法國 法國很多次革命的時候 1969年戴高樂總統就自從辭職 不再連任 他臨走的時候 職員問他 喂 你用了這麼多年的舊書櫃 搬不搬回來 管理人員 就是 他向政府申請 我用了很多年的舊書櫃 我什麼都不搬走 我想拿回這個舊書櫃 那些管理人員 一不成聲說 整個法國都是來拯救 拿兩個舊書櫃算了什麼 但是 他一樣是 要人們去看看 這個這樣的書櫃 多少錢 新買的值多少錢 然後給錢 是買回來 就是 買一個舊書櫃 因為他用了 有感情 而且 總統有退休金 拒絕接收這些 退休金 拿了這筆錢 來留給陣王 將士的家屬 這個 都化過光復之後 有人想將整個國會 都想授予 大哥樂園罪 一個軍閒 但是他拒絕了 他認為 勝利屬於所有將士 他只是一個準將 即將軍是最低級的眾 他不接受 其實很慘 大哥樂的 退休之後 只領了一個 準將的薪金 一個準將的退休金 非常微薄 他太太沒有事做 他的女兒 根本因為病 病過之後 醫療事故 所以又智障 他呢 要靠他養 又要養老婆 又要養女兒 那些薪水不夠 根本準將的退休金很少 他還要自己打字 打字做什麼呢 寫自己回憶錄 他自己寫 那來賺錢 賺稿費來什麼 所以他沒有錢了 結果他連酒也戒賣 連雪茄也戒賣 他說為什麼要戒賣 他說喝不起 結果他是差兩個星期 才80歲就死了 實際上是 歷史上說他是 堅硬捱死 太辛苦了 所以戴高樂 也是一個 功成不居 非常偉大的人 所以 你現在聽法國人 不叫他 戴高樂總統 一直叫做戴高樂將軍 你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總統 叫做將軍 因為他 以做將軍為榮 不是以做總統為榮 後人都是這樣 這些都是 我們能夠明白到 當然戴高樂 怎麼會讀老子 但是英雄所見勒童 有時候他都知道 不居公那種好處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說 他處無為之事 行不然之教 功成不居 這一段禮堂 這三個要點 都舉了一些例 希望大家能夠 有一點點感受 好了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才會